台独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消除台独祸根才有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同胞才能够安居乐业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实情况 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我们愿意到内各界人士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 共同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